人物APP 花了9月的德国世界酒类竞赛加烈酒的项目金牌 还有6月份的匈牙利酿酒师公会世界酒类竞赛的金牌 以及3月份西班牙马德酒神竞赛的金牌 以及巴黎世界酒类竞赛金牌 就可以说是酒界的台湾之光了 而台湾的葡萄酒能够横扫世界舞台 其实背后有个大功臣 它就是台湾第一位拥有法国葡萄酒酿造技师执照的 高雄餐旅大学餐饮管理系助理教授陈千浩 今天陈老师就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半年之内 这个台湾本土的葡萄酒能够横扫世界四大酒类大奖 感觉上看起来是实在太风光了 而且也很骄傲 不过我想在这个丰收的果实背后 相信是一段很长又很艰辛的道路吧 老师 是的 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上的这个葡萄酒 也许那么多传统的葡萄酒生产的国家里面 我们告诉全世界 我们台湾的酒也可以在金牌的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这是一件当时万万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台湾葡萄酒 其实它这个名字跟这个葡萄是英铜 台湾那个南投埔里的埔 然后是桃子的桃 酒类的酒 台湾的这个葡萄酒是怎么诞生的呢 先天上大家就觉得说先天的条件 台湾是多雨的 对又热 又热又多雨 然后我们的年降雨量大概快到六千公里 那这传统的生产的国家 它的降雨量大概差不多一千公里而已 依照传统的思维在台湾发展这个葡萄酒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树生酒庄开始做这个实验 那时候就想摆脱传统的这种酿造的方法 找出一条就是能够适合台湾的这个酿造的这个方式去实验 那最后就是在前几年遭遇到真的不少的挫败 那之后就是在熟成的过程当中才发现 台湾真的是有潜力的 然后经过了十年 总算在世界的舞台上证明了这件事情 十几年的时间才能淬炼出这个登上国际舞台 像这样代表台湾的本土的一个葡萄酒 那么这个酒类的诞生 其实台湾从2002年加入WTO之后 才这个开放酿酒的产业 以前是不准的 那么在这十多年来 老师你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一些 原本是只是一些种葡萄的农民 他们投入这样的酿酒的产业跟工作呢 其实台湾台湾人我们可以说 跟酒的距离是又近又远 所以又近是酒 酒是天天几乎都要用到的东西 你炒菜做菜 然后交进应酬 是天天都会接触的 那为什么又远呢 因为我们的周遭没有一个家族 是世代以做酒为生的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文化 是因为就是我们从1922年时 是烟酒专卖 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各国 你看韩国日本 酿酒就是世世代代的这种家传的行业 那形成一种文化 那这个文化就是那一群人 在这个地方的他们的共同生活方式 那我们只有政府可以做酒 所以民间真的是六七十年来 都没有人去做研究 是禁止 其实大学教授也没有人在做酒类的研究 所以这个空窗企业 让我们对酒的那么遥远的距离 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去实际的研究它 做它 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葡萄酒 就是四斤葡萄 四斤葡萄就是一斤糖 一层葡萄一层糖 这样子做出来就是酒 事实上这样做出来 你加了很多糖 事实上甜甜的 那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子做酒的方法就够了 就好了 事实上这是有酒精 有酒精喝了会醉而已 但是对葡萄品质来讲 这个在国际上是不能够叫做葡萄酒 因为加糖太多了 它应该叫蔗糖酒 所以我在刚开始面对这一些农民的时候 就是从想法 从机械 那时候刚好又有政府的加入的辅导 那我们在那个产销班的这个名义之下 能够用政府的资金去改善他们的酿造设备 然后选择一条不同的路 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酒让它实验成功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像酿酒会用所谓的橡木桶在国外 但是在台湾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事实上做酒用橡木桶 不是说有橡木桶 我们的酒就可以做得很好 它只是一个容器 是一个container 因为在国外 因为那是一个传统的容器 在法国有很多的橡树 那他们用那个东西是可以装水 孤桶以后装水装桶 所以它是一个容器 那之所以会 我们当时会用橡木桶 是考量一种特殊的酿造方式 所以我们用橡木桶开始来做实验 那么谈谈看您从这个十多年前 带领的这些树生酒庄的这些农民们开始去尝试去酿造这个葡萄酒的过程好吗 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情况 像在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农委会有位官员 是农粮署的这个运销加工科的王文良科长 他知道就是他辗转知道说 参旅大学有位老师是念酿造回来的 他就觉得很好奇就跟我联络上 那他就邀请我去参观 就是在中部的几家的酒厂 就是他们新盖的这种酒厂 那树生酒庄的酒 那刚开始就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就到了这个树生酒庄的红葡萄酒 给我试一下 那我一喝 我说你这个酒有苦味 你的压榨机是怎么来的 他说那我带你去看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到那个压榨机 那我真的是当时的是无法置信 因为是他们自己靠这种想象力设计出来 能够把葡萄的汁给榨出来的 然后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那个形状整个就是像压果汁一样 他把葡萄籽都压破了 所以那个酒变得有苦味 我就告诉那位农委会官员说 如果你要改善他的品质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进口 真正用来炸葡萄汁的这种专业的压榨机才有救 否则这个酒庄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是没有救的 那这个农委会官员呢 就是他就是很积极非常积极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积极的官员 就说好那陈老师就帮我们进口 那我就帮他们进口了 这个压榨机 那压榨机到了酒庄以后需要人去操作 那时候陈老师你没有来教我们没有办法操作 那我说好那时候我暑假没有事情 我就带了两个同学就开始就去帮他榨汁 那榨汁做出来又要发酵 那我那时候刚好在做博士论文研究 那后来我就留在那里两个礼拜 从此以后每一年我都去釀造器的时候 我都去两三个礼拜 然后一直从中间吸取自己从失败的中间尝试经验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做出来的酒 就是大家都喝的就是给我的 他们给我的表情就是 这个法国回来的人怎么做出来的酒 好像也还这样子而已 那时候给我的挫败 就是有种挫折感 这酒怎么做出来是这样子呢 当然他们也不好意思直接明讲 不过一直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才确认说我们实验的方向是对的 所以那时候才比较大胆的就大量的去做 经过了三年的尝试 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方向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酿酒的技术跟方法 这个就像简单的来说 我觉得做酒这样子形容好了 做酒其实跟做菜一样 怎么讲呢 假设现在今天有五位主厨好了 五位主厨我们都给他蛋炒饭的原料 五位主厨他炒出来的绝对不一样 有些是颗粒分明 有些可能是都黏在一起 所以他的都是我们目的都是要做出来好的一盘蛋炒饭 但是每一个人的技法 他对火候 他对盐 甚至于盐的来源 盐的品质 蛋的来源 他是冲 这种炒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说做葡萄酒 我觉得这几年下来给我最大的心得是 我们只要想着去模仿别人的话 永远就是你已经先否定自己 我从来没有想要模仿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酒 只是我会用好的方式去让台湾的酒做最好的这种发挥 我们没有办法模仿 模仿绝对是不可能 我们要模仿别人做什么不甜的红酒 或是我们只要用橡木桶 其实不是 是用这种方式 那经验可以累积 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方向才是对的 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下 就是葡萄酒的酿造需要经过多少过程 台湾的这个酒 其实我们的这个葡萄酒采收完了以后 那就是要除梗 这个梗 梗有一些青色的味道 要把梗除掉 那剩下的果 剩下的果实以后 我们要榨汁 把这葡萄汁榨出来经过发酵 那发酵完毕 发酵完毕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保护好它 不要氧化 然后发酵完毕了以后 我们是用天然的方式去保留这个葡萄的甜度 我们没有加糖 但是我们用中断发酵 中断发酵的时候是用比较强烈的这个酒精 去让抑制这些酵母菌的发展 然后之后再熟成 那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热熟成 热熟成式 就是只要去用热能 去让这个葡萄酒产生一种特殊的变化 产生特殊的香气 这是要煤纳反应 然后之后我们再熟成 那像通常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完成 发酵的时间 发酵 采收除梗发酵的量造过程 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就要等五年 两个礼拜经过热熟成 然后我们要等五年以上 所以五年之后才能够开封 对不对 才算完成 对五年之后才能够开封 中间还有三个月的热熟成期 当然是 所以这些酒的气息 在熟成的过程当中逐渐散发出来 那到底当初为什么要命名为 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怎么来的 葡萄酒 葡萄 就是我在想这个酒的名字 因为 其实我是想拉近 把这个葡萄酒跟拉近 把我们的文化元素加进去 把我们的文化元素加进去 所以当我在看那个 本草纲目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 我就找到葡萄 葡萄他解释 其实这个是汉朝的时候 他是这样叫他的 桃子的桃 蒲 他有一个草字头 但是我把草字头拿掉 蒲里的蒲 葡萄 葡萄酒 事实上就是 而且他的包装呢 也是就像我们大概在日本时代 或者说在那个早年的这一种 像是酱油 有点像是酱油 或是有点像是胡麻油的这一种包装 外面有纸包着 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令朝节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 具有本土风味 因为我们要站上国际舞台 事实上 世界上的葡萄酒的市场 我们要站上国际舞台 模仿绝对 绝对是 最先滑铁炉的 就是模仿 最先失败的就是模仿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特色 而且他有国际认证的这种加持的话 这个才有深入 因为你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告说 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滋味 这个才是本土 本土我们台湾的这种精致农业的加持 最大的这种力量 是 好的我们现在先休息片刻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无论你在世界哪个尽头 请你跟我这样做 Turn on your radio 阳光RTI Worldwide 阳光联系世界的桥梁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由中央广播电台 直播的台湾APP 今天的人物APP为您所介绍的呢 是将台湾本土生产的葡萄酒 推上国际舞台的高雄餐旅大学 餐饮管理系助理教授陈千浩 当台湾本土生产的葡萄酒 到了国际舞台呢 这个比赛有哪一些的关卡 或是他们可能是先看这个外形的包装 或是先来品酒的内容吗 那要说到我们参加的比赛 就是我们参加的比赛就是符合国际葡萄酒与烈酒组织 法规而且有监察员在列的这种国际的比赛 这种比赛它才有意义 那首先这种比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 就是说所有的样品一定要砍掉70% 所有的样品一万瓶酒一定要砍掉70% 然后剩下30%才能够列为获奖的对象 首先要砍掉70% 要刷掉70% 它才有公信力 那第二个所有的酒都是盲瓶 盲瓶就是盲目的盲 盲瓶就是我们都会把这个所有的酒 用亮相黑色的袜子整个套住 不能够看到包装 完全不能够看到包装 而且所有的酒瓶都有牵锋 都牵锋起来 没有人可以看得到 而且第三个重要的规则 就是说所有的裁判 50%的裁判必须是第三国级 德国的比赛不能全部都是德国人 法国的比赛不能全部是法国人 这样才公平 这样才有世界的这种评鉴的标准 那还有一个额外的这个规则 就是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品尝 到十二点半 不能够品尝 每一个每一组 它是分组 大概八个人一组 每一组不能够品尝超过五十个样品 它味觉会有受到影响 会混淆 所以我们绝对不参加什么杂志社办的比赛 或是说参加报社这种办的比赛 因为这没有公信力 我们参加的是符合这种世界酒类组织的这种规定的比赛 那这个获奖才有意义 所以这是比赛的一些重要的规范 那当时葡萄酒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就拿金牌吗 没有 其实我们在2000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在2010年 2010年开始参加比赛 2010年参加比赛的时候 获得的分数呢 跟银牌只差一分 84分 我那时候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我的酒 在国际上 真的这个重要比赛 真的拿到84分 我就跟银牌差一分 那第二年我参加的时候得到86分 但是呢 没有在30%的样品数之内 虽然我跨过了银牌的门槛 但是呢 被刷下来 因为它银牌 30%大概差不多要 至少要将近88分 才有办法造银牌 竞争好激烈哦 对 所以世界上 每个酿酒的人都希望他的酒 能够卖得出去 所以他们就是大家都会无所不用其极 就去参加这些比赛 然后得到他的那个性价 得到这个评审裁判团的这种认证 所以第三年参加也是86分 那怎么办呢 回来要怎么苦思去突破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思考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酒达到更丰富的这种滋味 所以我们又改善了一些设备 改善一些酿造的条件 然后一直到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2013年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在巴黎拿到银牌 2009年拿到银牌 然后在德国还是一样 没有得奖 也是还是86分 所以一直到今年2014年 总算就是我们三月的时候 在巴黎拿到银牌 那三月拿到银牌的时候 我在想说 在德国会不会又没有得奖 因为德国人的味蕾 是最刁钻的 因为他们是在北方的这种国家 所以他们生产的酒是很纯净的 这种新鲜的那种 历史的那种纯净 清澈很干净的这种滋味 他们对于南方的这些酒 有时候比较难以接受 所以其实上 拿到这个德国金牌 实在是 再来说是 就觉得是 他们也肯定 就有德国人的背书 所以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 终于攻下德国这个酒类的比赛 是 但因为我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在我刚开始做酒 到今年我从来没有想过 十年前让我从来没有想过 台湾的酒有一天可以站上国际的舞台 甚至在法国 在法国有位酿酒师知道这件事情 他直接告诉我 他说这是个人不发现新大陆 是个人不发现新大陆 没有人能够想到过 我相信除了你没有想过 十年前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拿着台湾的酒 得到世界的这个金牌 我想你小时候 可能也没有想过 你会做酿酒的工作吧 当然啊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人生 人生 照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 有人说 十年磨一剑 十年才会把一把剑磨好 我想他是要再说 说这个十年的时间 这个十年 没有这个经验的累积 我们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那十年我想只是一个基本的 这个最基本的门槛 其实回过头来看 老师好像有些资料上面写 其实你是也是 国中曾经有辍学过 对不对 然后后来复学之后 才到国外去做深造 那到了国外之后 为什么你会选择酿酒 这一门技术去做深造呢 你在国外有给你哪一些的冲击 或者体会吗 如果说从 从我现在看起来 就是其实我小时候 应该是 就是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很喜欢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就是可能谁也没办法勉强我 那依照我们小时候 这种教育的 这个条件跟环境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到压抑的 就是在前端班的学生 你就是要做哪些事情 你就是不能做哪些事情 那我国中的时候在前端班 但是我突然觉得 我很喜欢踢足球 所以前端班的学生 跑去参加足球队 当然啦 现在这些事情都是被鼓励的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个性 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一定要会努力的去追 那个热情就跑出来 我喜欢的时候就会有热情 就会不计切代价去做到 那当时呢 刚好我有一个父亲 就是有他 他容许我这样子去做 他说他支持我 他支持我 他说这个辍学没关系 但是你要学一技之长 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是去做这个 这个餐饮业 就是去那个小上海 典型世界当学徒 做小笼包针脚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才跟餐饮业 有搭上 所以才会到瑞士去念 才会到瑞士去读 后来我才会去读瑞士 那我到瑞士了以后呢 就是仿佛发现了 发现了一种饮料 是台湾人 没有人曾经接触过的 就是葡萄酒 那时候呢 在台湾 我们喝玫瑰红 都是加冰块 跟加苹果气打 对 加汽水 加汽水 所以当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一个农民 是个农夫 当我老师告诉我 说葡萄酒不能加冰块 要冰镇不能加冰块 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说 怎么可能我们 我们常年的习惯 在这个地方是被否定的 所以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 你的红酒喝起来色色的 根本是色色的 这种色口的味道 为什么不加柳橙汁 让它比较好喝呢 当那个法国人听到说 那个 有人要在他葡萄酒里面 加进去柳橙汁 他觉得无法施 就是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怎么有人这么笨 会问这种问题 那后来呢 老师告诉我 这个葡萄酒的滋味 是来自于大自然 那时候我才了解 这个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一群人 在一个地方的 共同生活方式 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 等到有一天 我介绍台湾文化的时候 我泡了高山茶 307的高山茶 给老师同学喝 那教英文的女老师 突然问我说 Excuse me Where is the sugar milk 我要在高山茶里面 加牛奶跟糖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是换我告诉他说 高山茶的滋味 是来自于大自然 所以这一种 风土的农作物 不是其他文化的人 所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当我发现了 这个葡萄酒的文化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这个是一个 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我一定要 用尽我所有的力量 去追寻他 那追寻他的 最根本 而且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跟法国人 一起去种田 如果是靠嘴巴喝的话 我们靠口来喝 再怎么样喝 最终的下场 就是喝醉而已 你永远不可能靠 味蕾的品尝 来对他 有更深层的认识 所以呢 我就决定了去 伯根利大学 从酿造开始学习 然后课余的时间 就去协助农民 耕田 那念完这个酿造学以后 我就觉得比较踏实一点 总算我有能力 就是对他 有更深入的认识 但是念完酿造呢 也只不过像是实习医生而已 没有实际的操作 对 念完医学院 你只是一个实习医生 你还可以到各部门去 最后你才能够考赚科 所以念完酿造学 事实上也是当白纸 因为你根本没有上过战场 所以那时候 在法国虽然有实习过 可是不够 那回来台湾这几年 下来 然后 然后这样子的 实战的经验之后呢 然后 才有比较多的这一种 经验呢 去把酒做好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段很长的过程 但是也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但是训练回来之后 还是要上战场 所以其实这 又再过了这十年 所以这个葡萄酒诞生之后 能够得到这些国际的认可 其实也算是对自己的 这么应该算 有二十年的付出 有一些交代吧 其实 其实葡萄酒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有趣的这种 酿造的条件 就是 就是说 它必须每年重新创作 它必须每年重新创作 每年 老天给我们的葡萄的品质 都不一样 我们必须按照 每一年葡萄的品质 然后去选择最好的酿造 方式 那什么是最好的酿造方式 这个酿造的机械 酿造的工具 还有酿造的思维 是必须 每年去吸收不同的 去参考其他国家 有什么样的新的科技 新的酿造方式 然后我们来反思自己 有什么地方还能够改进 所以 做酒不是一个配方 没有SOP 绝对没有SOP 它必须 去不断的吸收薪资 去学习 然后用更好的方式 来改善我们的品质 所以 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 的挑战 听起来 真的不像是 只要有一个配方 就可以不断的复制 复制复制 酒类的酿造 是没有复制的方法 对对 所以 这个世界各国的 这个酿酒师也好 做酒的人 那其实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如果有热情的话 你就会想办法 不计一切 然后去 不管任何代价的付出 去把它改善 所以我们今年 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政府 在这个 看到我们 得到这些奖项之后 愿意 挹注更多的 这个资金 来帮助农民 那我们也在 也在有新的 酿造技术的引进 那我想将来 我们是 有 绝对有非常好的 非常大的信心 因为 现在 之前 因为 政府停止 弃作了以后 这个葡萄 根本是 葡萄酒 根本是 就是没有销入了 那现在因为 这瓶葡萄酒诞生 旁边的 我们在 外埔附近的农田 也开始在富裕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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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然后这样子开始 慢慢砸根下来 我其实 我看了这个农民是 就是觉得很踏实 所以其实在 就这个葡萄酒的经验 你觉得可以在台湾 其他的酒厂 继续复制 或是让台湾发展 葡萄酒酿造 更有前景吗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原料 原物料 不只是葡萄 不只是葡萄 那在今年 在今年 我跟那个 另外一个酒厂 就是雾峰酒 雾峰酒庄 我们有实验 酿造一种蜂蜜 用台湾的蜂蜜 做成了酒 也有在这个巴西 就是有一个 世界烈酒大赛 是每年换一个国家主办 是在布赛的 世界烈酒大赛里面 有拿到金牌 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水果 还有荔枝也是 台湾有很多的荔枝 台湾有很多的水果 台湾曾经是水果王国 我们有那么多的原物料 有机会都可以变成 高附加价值的酒 所以 我相信 只要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 给我们一个产业的 良好的发展条件的话 我们绝对有办法 在台湾发展各样 各式各样的 这种 不只是葡萄酒 甚至于 甚至于米酒 甚至于甘薯 番薯 都有机会做成酒 听起来 这个我们的酒类的商品 市场可以越来越大 其实 举个例子来说 全台湾 现在的这个酒吧 酒吧 或是调酒的地方 所有的这个调酒的 这个酒吧里面用的荔枝酒 都是法国进口的 法国并没有生产荔枝啊 为什么法国可以外销荔枝酒到台湾呢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他就说有一天我要用台湾的荔枝酒 驱逐达鲁 驱逐达鲁 因为台湾绝对 绝对有机会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著名的 这种特色的酒的生产国 是 其实台湾就像老师讲的 台湾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农产品 我们的水果 其实各个观光客来到台湾 就一定要吃台湾的水果 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做成 搭配跟做成这个酒类的酿造的一些原材料的话 其实台湾是还非常有机会的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高雄餐旅大学 餐饮管理系的助理教授 陈谦浩 陈老师 来和大家分享了 台湾其实呢 在酿酒的产业上呢 还是相当大有可为的 我们也期待能够继续的喝到 很多Made in Taiwan的好酒 谢谢陈老师